吉普木马人喜欢 但是要选哪一个呢 运动版3.21的话好像比较省油 但是开起来就不太像吉普了吧 Sahara 3.73开起来比较吉普 但是那些铜色的fender啊 那些东西感觉没那么man Rubicon一定买的不会错 但是4.10的轴笔 平时城市里开会不会很费油 而且啊好乱啊 那个轮胎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大家好 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有朋友问我唐大叔 这个您自己也开吉普吗 开的到底是哪一台 可能也想知道为什么选这台 那所以呢今天我做一个视频 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 啊 当然我也不卖关子了 大家如果慢慢看到我身后这个呢 呃 是一个吉普木马人 还是蛮原装的 就是一个威力 威力 Wheeler Edition 啊 那今天主要跟大家聊聊 为什么选这台车 为什么开这台车 那首先简单来说 吉普木马人 呃运动版 沙哈拉 还有这个 呃 卢比肯 大家都知道 那他各个其实都有定位 当然还有两门 还是四门的区别 那首先唐大叔呢 他这台车呢 就是 威力的 两门版 是手动的 当然大家知道唐大叔一直说 呃 或者个人吧 认为这个两门的吉普木马人 才是比较 这个 血统正宗吧 可以说 呃 当然两门里面大叔也喜欢TJ啊 或者是其他一些早一点 但是呢 毕竟比较难找 当然现在的JK做的也很好 那在JK里面 呃 到底怎么选择和取舍呢 其实 这个 说回来又是吉普木马人 他每一个人都有适合的一台车 一台木马人 啊 那 你要看你 使用的用途 还有你自己的喜好 呃 虽然唐大叔有女儿 先从两门到和四门这个选择上 他现在是五岁多 啊 这个 对他来讲呢 后面 虽然上下车有一点麻烦 但是小孩子上下下也比较好玩 对吧 从前门 这个 同时后面这点空间 对他五岁 甚至小学毕业之前 我认为足够用 啊 当然等一会儿 会讲讲其他的一些东西 就是说 这个 将来 可能会把这个 后面两个座位 改成一个座位 如果把后面的座位 这样来算前面是第一排座位 后面这里空间是很大的 那现在放了两个座位之后呢 这个后备箱就变得很小 如果把它改成三个座位的总共 然后 在 其实 平时坐右边 那另外一边就会有很大的空间 那这个空间之后呢 放两个大行李箱 绝对没问题 然后呢 上下车就从后车向上 也另外有一种感觉 所以 很好玩 那当然了 最主要是唐大叔认为两门的才正宗 第二的话 手动还是自动 手动自动各有好处 其实并不是决定因素 并不是说有些人城市开得多啊 老换挡麻烦啊 或者是自动怎么样 其实 我认为主要是 还是那句话 唐大叔认为 手动的两门吉普才是正宗的 那我要开手动 这个堵车的时候换来换去挡 我认为也是一种乐趣 我并没有认为是一个很麻烦 所以呢 两门手动的这个先确定下来了 那第二的话 在这些里面怎么选呢 为什么不买Lubicon 唐大叔 你不是也出去玩越野吗 至少目前来讲 这样来说 又回到这个话题 到底你定立的越野是什么 如果说夏天下雨冬天下雪 偶尔出去钓钓鱼 甚至是一些越野 其实一个原装的吉普 木尔人已经可以了 当然这个轮子对吧 在这个运动版和Sahara 并不是太太过于那个抓地力 特别强的那种 还是公路和公路坚固的多一点 如果是百分之百来说 我认为他们的轮子 像运动版可能百分之七十公路 Sahara百分之六十吧 都是公路偏的 但真正越野的时候 如果天气或者这个气候还可以的话 还还过得去 或者换个轮子都很容易的 那第二的话就是说 其实木马人我觉得 我之前视频讲过很大一部分 一辈子都没有去过越野 但是如果要越野的话 或者说这个一开始就知道 自己可能会出去带吉普 那多少都会去做一些改动 从轮子啊到其他更多的 对吧 改的跟卢比肯都差不多都有可能 就算你买的是一个运动版 或者Sahara版 那如果唐大叔当然也会做一定的 但我刚才也讲过了 毕竟工作比较繁忙 但是会一直抽时间出去玩啊 或者参加一些我们吉普 这些俱乐部的活动 那这种情况下 那等于说 这个至少是一半一半吧 这个情况下呢 我肯定要升级的 那如果是拿一个运动版去升级 或者Sahara 其实他们的运动 这个越野能力都差不多 我要换轮子 那肯定这个 这个可能避震啊 其他东西都会换 那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威力也是013年才开始 出了三年吧 第三年 这个 基本上它也帮你升级好了 像运动版没有的 Rock Slider 对吧 Rock Slider 已经装上了 轮子呢我这台比较不一样 是卢比肯的 当然轮子的话和卢比肯都是一样的 在威力原装的 但是标准的是黑色的 我这是完全是一个卢比肯的 轮圈 轮毂吧 和这个轮胎 这样的话 越野能力其实轮胎影响最大的 当然前后避震也跟卢比肯一样 前面Dana这个30 后面Dana 44 反正我目前去过一些地方 就原装的威力还没遇到过什么特别困难 有时候思绪都不用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一个原装的吉普已经有 可以说吉普木耳人里面这个 越野能力第二了 卢比肯之下而已 但是同时还有一个威力版 我很喜欢它 大家知道吉普原来不叫吉普 对吧 1941年开始克莱斯勒前身开始做这个吉普 重新改名 在之前的话 其实前列也不是7个 是9个威力MB嘛 之前我介绍这一台 大家都知道 所以这个威力是一个很有 这个吉普的文化和历史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品牌吧 或者一段时间 所以又带着这个特别版名字 而且整个设计上以黑色主题为主 唐大叔呢喜欢黑色 但我不喜欢全黑的 所以我这个Granet 就是一个深灰色吧 配合了卢比肯本来又不是全银带点这种 这种颜色灰灰的颜色的银色 再来带着Willy这个标志 还有它的suspension 红色的跟卢比肯一样 当然这个不细说了 卢比肯肯定更厉害一点 但是比一个原装的 或者说 还是那句话 对吧 这个吉普骂 因为越野第二的 已经是完全可以应付很多情况 当然四门也很好 那我也解释过 为什么我喜欢两门 所以我说了这么多呢 只是我唐大叔自己的喜好 所以回到这个就是 每个人都会选到自己原装的吉普 在这个基础上呢 尽管两三年的演变也会改 所以唐大叔现在是一个原装的吉普 用意也在于可以和大家慢慢的去玩 慢慢的可能去改 或者怎么样 这样的大家一步一步的 可以想象一下 或者是这个visualize一下 对吧 可以去歪歪一下自己的将来几步 一步一步怎么走过来 那现在我轮子问题解决了 这个轮子肯定够用一段时间了 那下一步真的要换 可能换全地形的轮子 对吧 那接下来下一步 我可能提高啊那些东西啊 配件啊灯啊都会去 改到什么程度呢 我现在不知道也没有多想 当然如果你买了吉普梦然 第一步不是说想怎么改 我觉得像一首歌一样 吉普梦然也是 先听这个前奏再听主歌 再听副歌一点点来 一步到位呢 其实这个也没有所谓一步到位的 你不知道整个过程直接听副歌 其实有时候不知所以 当然很多人第二次再买的时候 已经心里有数了对吧 那就直接改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那目前来讲唐大叔这样子 可以陪大家一起玩 当然呢接下来可能 这个车型都讲的差不多了 更多讲一些配件啊改装啊 甚至出去玩的一些东西 好了今天用了一点篇幅呢 讲了跟大家见见面吧 唐大叔的就是在台窝里 好了今天就先聊在这吧 我是白石木曼唐大叔 我们看完视频之后 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